过年即将到来 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携手嘉义区监理所 台铁管理局及嘉义县市警察局召开记者会 会中说明嘉义地区替代道路输运措施 及各项优惠方案 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我们就请大车由台三线 在十字路的地方接到台三线 往北接足迹嘉义道 利用这样的一个替代道路来输运 南下的部分还是走原来的台八线 搭乘国道客运 可以享有平日优惠的价格 或者原价的八五折 台湾好行的话 会有半价的优惠 为确保年节期间大小客车行车安全 嘉义地区监理所将加强监禁联合机查 以确保旅客乘车安全 另外高铁嘉义站为减少车流拥塞情形 将启动微型科技执法 在保铁五路跟高铁西路这一区块 除了我们原警会在现场做警惠秩序之外 我们也设置了微型的科技执法 我们预定在二月一号开始就会启用 公路局预期民众做好行钱规划 多达成大众运输 避免因道路拥塞影响出友好心情 同时提醒驾驶人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 新唐亚太电视方亚贤柳燕旬 台湾嘉义报道